仿罗马建筑 这里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光华楼 朱立伦二号一抵达上海后 就会在此举办演讲 但尴尬的是 复旦的学生连朱立伦是谁 大多都没听过 你听过朱立伦这个人吗 没有 不好意思没有听到过 真的没有 据了解复旦台湾学生会 都不太清楚详细的演讲细节 虽然如此 大陆学生在接受采访时 倒是都很乐意听听 这位新任国民党主席的演讲 他来的话 我可能希望他谈一些台湾的文化 或者什么之类的 会比较感兴趣 大陆这边想 想有那种经济协议 给台湾那边的合作 但是会遭到民众反对 那如果通过高层次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也许可以说 让双方都更加意识到 这个是有利于双方的 据了解朱立伦在复旦演讲 将会以经济层面为主 谈全球资本流动下 所造成的贫富不均 但是到了北大 他将会与青年学子对谈 和年轻人交流 是朱立伦此行的重点之一 而5月4号在北京 朱立伦预定在北大和北大的学生 有一场座谈会 而这一天对于北大来说 也有特殊的意义 5四这个节日 对于我们这样学生都挺重要的 期待朱立伦到北大来跟您交流 对 都很期待了 很期待了 去年5月4号习近平访问北大 纪念五四运动 今年五四就看朱立伦 如何阐述五四精神的民主科学与创新 不过朱立伦此行的重头戏 还是朱席会 我们期待并相信 国共两党人的会面 一定能够取得积极成果 朱立伦之前评估是否登陆时 就是考量能不能获得实质成果 不能只是行李如仪的大拜拜 如今国台办挂宝镇 朱立伦如何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注入新动力 这场处女秀值得期待 记者综合报道